所以不管我们跟我们的相用客户 跟相用的客户产品都非常地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明年应该是Microsoft的一年吧 好了,回到HP的部分 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 介绍我们大概20多款的新的产品 其实产品的部分,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slide的下面 在东部的部分,我们今天有从11圈到15.6圈的产品都有 有我们的近年来的产品,还有我们mainstream的产品 所以如果大家之前有问我一个问题 是CULV的问题,其实我不会再讲CULV 我觉得我们是讲近年来的 大家近年来的部分,我们真的选择很多 不管是Intel,AMP,还有VN的技术我们都有 在Desktop的部分 其实Windows7其实最耗火的一个功能是Touch珠孔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很多机械朋友 跟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的TouchSmart的产品 所以我们今天另外还有两款新的产品 推出来都是给Windows7去Touch 在Touch的部分的功能是正面用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款是AIO,就是没有Touch 但是完全是把Desktop代表是一个议题的产品 最后就是这个Desktop部分,我们还有一些高效能的产品 PCRate还有很小的Steam产品 然后新的产品我希望HP可以跟大家提出一个很新的概念 这个3D的概念 3D不是产品的3D 可是我觉得...